我们走到今天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每一位选手 能够走到今天你们就是最了不起的 这个是一个氛围特别好的一个节目 就是一群对舞蹈有热情的女孩来到的这个节目 然后大家在一起就是特别像一个大家旧的这种感觉 我感觉你们的情绪都在这 因为我的情绪也在这 这就是我说的感染力 还有就是怎么样去展示你自己个人魅力的时候 就比如说你有一个下地的动作 你的脚尖是这样平的放的 或者是你要这样子 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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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好了 你们今天的所有的表演的情绪非常到位 这个作品是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作品 就是这个歌它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我觉得其实是我和青春有个约会 就是你们今天在这里参加这个了不起舞社 它就是你们青春当中的一段非常重要的回忆 不是这个节目你真的是可能这辈子你都不会穿裙子 你可能是辈子都不会跳这种感觉的舞蹈 其实现在虽然很痛苦 但我觉得没关系 就是一个尝试嘛 首先你自己心里的建设是很重要的 芭比她真的是非常没有自信的 所以我觉得得给她一点点希望和自信 我觉得这个赛制太残酷了 这么努力去练这支舞蹈 我多么想上台啊 我觉得这个太残酷了 这个真的 没事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是节目的刚开始 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说其实意义蛮大的 这首歌里面有一句话 我想送给你们所有的女孩子 永远的女孩 活在最好的时代 为什么选这首歌我觉得 我其实不是讲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我想说的是我和青春有个约会 我们都有自己的青春 就像MISS A 我参加了MISS A 这次可能是我人生高光的时刻 我遇到了我的队友 我在国外打拼 然后我们发了歌 我当了歌手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是美好的 我们这个故事 我一直是活在她美好的回忆里面的 所以我们两个是 不能有共同的空间能够触碰 所以我一直没有触碰到她 两个弟弟的中文吧 我发现他们经常的是 那个 看过来这边我说 是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再撑长一点点 鸡膏膏 魚上 gesprochen 洗鸡脾 洗鸡脾 对 经常他都会跟我说 你快帮我梳一下 你帮我借一下 我一个人要说这么多 你帮我分开一下 我好的 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是绅士的风度 我们是女士的品格 所以开始我们说 我们开心的ô 贝贝老师 然后再买衣服脱了 我说不行啊 我也得脱 开心地我遇到他们六十个姑娘 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缘分 所以我买了六十份的这个小景 就把我这个对他们的喜爱 和对开心跟他们的遇见送出去 就是你们让我 其实让我想到了姐姐的时候 哇 太够前的那一刻 我就想到2020年的那个夏天 拼了命地练习 然后晚上拼了命地去商量 下一轮我们要跳什么歌 然后要选什么样的舞蹈 一样一样一样的心境 2020年我有一个难忘的夏天 2022年因为你们 我也更有一个难忘的夏天 谢谢你们 爱你们 accept 你看 唐人